本周手套鼓夺冠 马鼓吹起AI风 哪些鼓将受益 提醒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今天我们中间探讨的是两个 一个手套鼓 五月份讲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手套鼓还没有起 是一些医药医疗先起的 这一周手套鼓才起 尤其是拜四拜五的时候起了 那这个手套鼓目前它能追吗 第二个话题就是 AI这个风终于吹到马鼓里边了 一些受益的股票 一些受益的行业 到底是哪一些 我们简单看一个大环境 近期美国报的一些很多数据 都不尽如人意 你看四月份新增非能就业人数 17.5万 低于预期失业率升到 3.9%了 股股期货飙升 美元指数跳水了 并且鲍威尔说了 不会再加息了 就是即使怎么样 也不会再加息了 为什么不会再加息了呢 他说如果接下来 大选要想顺利的连任的话 必须要控制好这些数据 肯定不会在大选的当月 出现这么差的数据 不利于他的选情 是不是 所以就会需要有一点 什么东西呢 有一点调整 那在降息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也不太可能会快速降息 好吧 资金的进入情况 从22号 我们看实际上 外资就陆续陆续开始流入了 是吧 流入之后呢 还有间歇性的 还有流出 但是从26号之后到现在为止 连续四天 外资金流入 你看机构开始撤 是吧 之前都是机构结盘的 散户和外资一直是卖的 从2号你看这个散户 实际上有开始 回购了 是吧 那当外资金来的时候 外资金来干什么来呢 各位 那肯定是来赚钱的 冲着什么来的呢 肯定是冲着财报来的 是吧 这是没什么疑问的 好 我们来看两个机会 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 有一个大事件 就是关于微软 要来马来西亚发展什么呀 这个数据中心 AI是吧 助发展AI和云端运算 微软投资大马105亿 这是未来四年的事 为什么微软看中了马来西亚 而不是其他国家 你说新加坡不行 新加坡你看 你做数据中心来讲 是需要地皮 一个叫地皮吧 第二是需要电力 要电力吧 第三是需要网络 对吧 需要网络 网络可能新加坡可以 但是地皮 新加坡是急缺的 完蛋成本很高 对吧 然后电力呢 电力供应也不足 是不是 马来西亚的优势 就在于土地的价格便宜 然后呢 电力的价格也相对便宜 是吧 你还新币跟还马币能一样吗 对不对 然后网络实际上也还不错 是吧 现在5G的都已经开始推广了 是不是 好 这是分析了马来西亚的优势 对于这个云计算 AI AI前边有那个谁过来过 英伟达是不是来过 造就了杨中理吧 而微软来马来西亚 它会造就什么行业 造就什么股票呢 关于这个啊 我们要谈到一个 马来西亚能源转型 于属于中心的事 马来西亚虽然AI方面 不是特别的擅长 或者说甚至都没有 是吧 没有一个真正的AI大模型 基本情况之下 那马来西亚它的定位是什么呢 英伟达在柔佛部署 AI超级电脑 杨中理电力股价焦头火热 这个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它这两只股票 本周也涨得非常凶猛 到现在为止 它还在起 它会因为它高了就不起吗 不会 只要趋势没坏 中价没跑 它的股价就不会倒 而且是创的历史新高的是吧 你看从一块钱涨到现在为止 三块两毛六了 是不是 它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大的牛市呢 如果说你单纯从技术分析角度来看 是因为机构重仓 是吧 机构为什么会重仓呢 一定是有理由的 数据中心它的这个需求 就是它是靠什么支撑的呢 一个是网速 一个是电力 一个是设备 当电力没有的时候 软件跟网络基本都是不能运行的 所以最最基础的还是电力的供应 因为马来西亚在整个东盟里边 马来西亚数据中心的这个地位的话 应该是排前三的 这个是柔佛年度配备电容量供应与使用 你看最近的2020年 2021、2022 你看这次一下增长多少啊 是吧 它目前柔佛的用的量 已经站在全国的第一名了 柔佛正在成为主要的新据点 为什么是柔佛 因为新加坡那边已经不批了 建什么数据中心已经不批了 因为地皮有限 是吧 你要想就近一点的话 就只能建在柔佛 建在柔佛 然后你从海底隧道过来一下 实际上这个成本还是可以控制的 是吧 甚至还比新加坡建还要便宜 对不对 所以来说呢 很多的潜在的去新加坡 想要建数据中心的 但是新加坡没有批 最后就落在柔佛了 柔佛一个是数据中心 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一个是房地产 你看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要看柔佛 这我清楚了吧 然后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行业 行业这一周来看呢 是Healthcare Transpitation 还有这个 Utility Healthcare呢 最近这一周这两天的话是手套的引领了 是吧 而Transpitation这边呢 主要是谁呢 主要是亚航带领的 比如说你看从29号到现在为止 前面七个涨幅都在1%以上 跌堆都是这个 然后是Financial property 是吧 好 这个是Healthcare 你比如周线里边 上一周讲的时候 这是上周花的吧 它是不是突破了 突破呢 你看本周到现在为止 降了3.96% 它机构比例是不是更高了 机构比例上一周是93 现在是99 基本上是已经高度空盘了 是吧 这是在周线里边啊 如果说我们打开一个通道来看 实际上它是破了上轨的是吧 就类似于在这种位置 破了上轨了 然后日线里边呢 日线里边目前已经稳定在90%以上了 看到吗 所以接下来这个行业将开始出现向上 是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是一个什么股啊 实际上它是一个医疗股吧 对吧 医疗股最近它的上涨比较猛 这个是Hathcare Hathcare 跟刚才那个板块指数比的话有点弱 它是没创新高的 是吧 你看 这个也有点弱 手套股啊 手套股 有的是可以 有的是不可以的 但能不能去追的是 是吧 这个7530创新高的 它的话是一个引领者目前 这个你看713它的机构才多少 26% 是吧 所以还是偏弱的状态 这个你看 这个Super Common 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始有一点要反转了 散户消失了 机构也上90%了 什么时候开始起来 是不是出道极顶峰啊 这个位置 是吧 回调下来 每过一半就继续往上走 然后你看 这种小盘手套股 你看是不是出底了 出底完了之后 机构是不是开始往上走了 如果说你看一看它的周线也好 还是它的月线也好 你会看到实际上它这个底座的是不是已经很充分了 是吧 如果我们把这个通道给它去掉一下 看到机会了吗 虽然说没有牛头 但这是不是有一个三阴呢 三阴之后没创新低 上一周没创新 是不是该起了 是吧 它这个底柱就非常非常坚实了 已经是不是你看 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从周线来看 它原先在这个下跌当中 那你看它是没有突破印度一半的 从这儿突破 从这儿突破之后开始进入横摆了 是吧 进入横摆之后 它虽然这个阳线能赶上阴线了 但是始终是一根嘛 到这儿是两根了 是吧 两根已经把前面两线给突破了 这就是好事 对不对 这是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一个是大马机场 一个是亚航那两只股票 你看它的情况就是在这儿 横摆长时间 它出上轨是不是在这儿出来的 是吧 出到在这儿出的 出完之后是不是就开始加速了 对不对 而且是第三波里面的加速 创了历史新高 而且你看这两天就是在起 是吧 这是utility utility基本最近日线是不是又回来了 日线比例90%了 然后你看上周是出到了 是吧 你看它出到之后 或多或少要涨一些 是不是 到底会涨多少呢 一个是 它有这个阳中里的机构 是吧 它有AI的概念在里边 第二个呢 它还是一个清觉能源 属于能源转型的重点 Tanaga目前都没有太多的清洁能源 而这个阳中里主要搞的是 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 它主要搞这个事 它代表的是未来 是不是 而且假设未来数据中心 大量的吃电的情况之下 一个是电力 它要进行涨价 涨价 赚钱赚多了 第二需求会增加了 所以它的未来盈利是不愁的 这是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重点看的是什么呀 重点看的是柔佛那边的 然后一个是刚才我们讲 那个数据中心的建设 以及这个廉价房屋 可负担房屋的建设 这个行业你看实际上 还是在牛市当中 当它一旦到了牛市以后 你不要轻易的就把它卖掉 是吧 它这个牛市肯定不是这样走的 肯定不是走直线的 它一定是走曲线的 当它走曲线的时候 你不要因为它调整的时候 又把它卖了 知道什么意思吧 你要知道大方向进行牛市的 那你就收着就行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怎么收住呢 你可以看彩虹嘛 对吧 彩虹在没有跌破蓝线 或者没有跌破白线之前 它还在牛市里边 它可以允许这样上下波动 是吧 如果说你持不住怎么办呢 你持不住 那你就把它放到长长一点 周期里边去吃就可以了 这是科技 科技这边呢 有一点起色 但是起色不大 我们等它散乎消失啊 工业这边已经在走第三波了 是吧 看明白了吗 是不是归零了 所以它就是个反转 对吧 如果说你看那个趋势来讲 它是不是上去的第三波吗 对吧 它从这开始出道的是吧 出道完了调两周 然后涨两周 是不是 已经开始加速了 这consumer consumer也是不错的吧 你看它这个归零在这个位置 从这开始 这是个牛头下来回调 你看这不就也开始起了吗 其他的你这么看 就不是那么的好了 是吧 看到吗 就没怎么起了 好 这就看完了啊 这个是本周的个股的涨跌的情况 涨幅超过30%的是7个 涨幅超过20%的是8 涨幅超过10%的51 涨幅超过20%的7个 涨幅超过10%的20 现在目前马股的赚钱的速度没那么快了 是吧 赚钱概率42% 亏钱概率27% 那关于个股呢 这个月起的好的 你看 它突然就起的很好了 有时候真的不是突然 你看 这个是GHL 周四周五是不是出现大幅想上啊 但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目前我没有查到一些什么新闻 到底是因为什么 也许可能是因为微软过来的原因 你看这一天突然就打幅向上了 看到吗 这一天以下涨了多少 4月18号的时候 也涨了15%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再拿这个作案例 你看 它最近是不是也起的非常猛啊 这是plastic holding 你看 它出道是不是在这出来的 出道之后 它是不是就连续涨了 连续暴涨 这是不是经过一个横摆了 是不是 它是在一个扭式当中吧 周线里边 你看看 看到这一波了吗 这边就比较难啊 尤其机构比较少的时候 它就很难出啊 这是第一波第二波 这是第三波 第三波 这个是不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出道 现在你看 它经过这么长时间调整之后 这又出道了吧 是吧 又出道了 这种出道 它是不是机会呢 而且散户也消失了吧 对吧 这种它就已经第几波了 它就已经是第五波了 是吧 第五波 咱们对它的要求 对它的这个期望不要太高 提醒大家 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想观看完整版视频 可点击下方链接